当你用假声唱高音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子的 在我的怀里 在你的眼里 声音非常的虚 非常的散 没有一个力量感 那么今天海青老师教你弱魂技巧 就能让你变成这样的声音 在我的怀里 在你的眼里 那里春风成醉 那里绿草如荫 这样的歌声弱而不散 非常的好听 那么在教学之前 老师简单的解释一下 弱魂就是魂声中 假声比例明显大于真声 听感偏假声就像这样 在我的怀里 而强魂就是真声比例明显大于假声 听感上会比较实一点 就像这样 在我的怀里 在你的眼里 如果还是去一步出来的同学 强魂可以去听一下林志炫的歌 弱魂可以去听一下李剑的歌 会非常明显的对比 现在进入正式的教学 想要发出弱魂声需要四步 第一步气息均匀 第二一步 魂声中假声比例要大于真声 第三一步声带的闭合程度 第四步要有松弛的口腔空间 现在跟着老师来做 我们一步一步来学习 第一步找一张纸巾 然后呢放在嘴巴面前 固定好位置 轻轻的吹气 要均匀匀速的去吐气 当然那纸巾吹气的角度没有变化 就是不会忽快忽慢忽大忽小 应该是这样的 错误的是这样子的 然后代入到歌曲当中 控制好气息放缓放轻 在我的怀里 在你的眼里 千万不要唱成了这样子 在我的怀里 在你的眼里 一下忽快忽慢忽大忽小 第二一步先跟着老师来发一个假声 呜字 呜 感觉到你的声音是从我们的 鼻梁处发出来的 呜 这样是不是就有感觉了 然后代入到歌曲当中 在我的怀里 呜 在我的呜 在我的怀里 在你的呜 在你的眼里 第三一步呢 当我们唱假音的时候呢 声带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松开 就会导致气不足 音不准 声音没有穿透力的问题 所以要进行声带闭合的训练 一会儿老师带大家一起练习 第四一步呢 我们的口腔要打开 特别是我们的内口腔 一定要把软饿抬起来 舌根放平保持松弛的口腔空间 想象自己的嘴巴里含了一个鸡蛋 会找一下打哈欠的感觉 口腔打开的声音是这样子的 没有打开的口腔 它是干扁的 所以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呢 一定要打开口腔 让我们的声音根据有空间感 接下来呢 老师带有大家练几个练声曲 口腔声带闭合浑身都会训练到 同学们要记得每天坚持练习哦 先老师唱一遍 谢谢你们来唱一遍 我们开始 注意吧 口腔打开 笑机弹起来 你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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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ls 吗 你响 有吗 是吗 me m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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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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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